我吓掉到你们家以后 你可从来没做过饭 你就是这么勤奋给我们仨做饭 只定是有事求我们 哎呀老公 你咋说话就这么直呢 啥事不能含蓄点 哎 大姐 我就喜欢我大姐夫说话直 而且我大姐还没说过眼 他什么都能看出来 其实是这么回事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 从小我俩一块长大 对我特别好 然后呢 他这两天来城里找工作 没劲住啊 我先就让他在咱家凑合两天 你看看 你看看 就我看出来了吧 就我这智商 那我跟你说 这这点事啊 急说呗 没事 让他来了住我屋 正好是个爸 行 对呀 来就来吧 也不看你一副碗块了 好 可是那个 我得先跟你们说一下 他这人吧 说话有点直 直好啊 说明人实在 你看你大姐夫 就心直口快的 多好 哎 真掉 我跟你说啊 执好 说明这个人简单 善良 对 对 大姐又说太对了 这人就是太简单 太善良了 但是我得给你们提个醒 他这个执吧 跟我大姐夫那个执 是两股道 不能 都是一个道的 我们都是同道中的 好 我跟你说啊 二米啊 你这事办得不错 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对吧 这时候你伸手帮忙一下 这是对的 二驴子 这事你干的一点都不驴 大姐夫给你点个赞 好 来 我跟你说啊 一会儿啊 这个二米的同学来了 都得热情 明白不 得给二米长脸 没问题 谢谢大姐夫 应该的 吃吧 吃吧 来一来 来呀 请问你是二米家呀 二米家小翠儿 爱你呀 这都活着时间没见了 想死我了 你一点都没变 丑丑把你胖的 好 我怀孕了 啥什么声 让我爸给你撒点背鸡蛋 好给你瞎奶 没反应 抓到吧 没有关系 那胖这样 肯定是男孩 要不然不能变这么磕 女孩 女孩行了吧 跟小叔一样 一拍完下就省机 那个翠儿啊 我没胖 我就是瘦得不太明显 还不好意思了 那怀就怀呗 那个啥不好意思的呀 你说你要是怀孕了 你还不得像她似的 胖得像个骨子呢 这骨谁呀 你说啥呀 这不大姐 大骨 不是 什么谁大骨 大姐 我那意思就是 你的身体好 你可不能再吃了 再吃你就爆炸了 这个是 这个你忘了吗 那个这是我小妹妹 小米面 长多漂亮啊 小米 对对对 小米我有印象 那小是我长的 那还跟个虾包米似的 你别天生 那不虾的 你们长大了变这么漂亮 这算哪说理去 你说 你说话 对不起啊 你好 这我大姐夫 你好你好 大姐夫 欢迎你啊 这几个女的当中 数你最漂亮 很好 就毛发重了点 那我是男的 肯定毛发重嘛 对呀 大姐夫 哎呀 不会说话了 其实我夸人吧 就会这一句 夸我儿子 也就这一句 大姐夫 对不起啊 那个他有点直 没事没事 我们都是一个道的 但是我发现 他道合比我深 我才反应过来 大姐和大姐夫 他俩是两口子 哎呀 这一个老人 故意说的那句话 好白菜 都要猪给拱了 哎呀 大姐 干啥去 还干啥去 这不是来客人了吗 晚上做猪肉炖白菜 我上超市 我们俩棍白菜去 别走 别走 我再问你 你别拉我 我在这儿呢 你是干啥的 我是物业 对对 那个我大姐夫 他是物业 特别优秀 你让人说话 物业我知道 就是小区门口 看大门的嘛 也有看大门的 对对吧 对对对 我们村啊 只有好狗 才能砍大门啊 你别拉他 你再说 对对 大姐夫 对不起 没事没事 我知道他夸我呢 他夸我是条好狗 好上去 我跟你说 二女孩 好 他在咱们家住了两天呀 你可一直要跟着他 明白不 为啥呀 我觉得他生活不能自理 好 另外我跟你说 俺俩不是一个道了 从现在开始 俺俩分道扬镳 不是 大姐夫 你看 二女 二女 看好 来 我觉得大姐夫这人可真好 大家把我夸的 从来都没有人这么夸着我 从哪儿看着人家夸你呢 从她的表情 和她一转身的态度 哎哟 我听嘛 小米呢 小米 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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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见你了 小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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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什么亮 你这时候来干啥了呀 我找你来了 找我干啥呀 找你个事呀 啥事 这小谁呀 这小个头型 像胖乎乎的 头型整次亮 像牛犊子舔 是不是 你谁呀 行了行了 那个我介绍一下 你别瞎说话 行不行啊 这是我们邻居王小倩 这是我同学 小翠儿 按备份你也叫姑娘啊 你好 美好 还好不好 不好拿走 你是不是可了呀 你别说话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坐着 坐着 我给你倒背 说去 你到底有啥事啊找我 小米亮 是这么回事 你不是一直想当演员吗 我倒背演员 给你找了一个大导演 要拍一部电影 我把你资料给他看了 相忠你了 让你当女一号 真的 那正好咱快点走吧 找啥呀 找啥呀 导演马上就到了 上咱家来吃戏了 上家来 你妈还走不了了 我说这啥 我 那我这 我得倒这一下子 是不是啊 我先 我告你啊 我姐的同学 老吓人了 离得远了 但是我没告你啊 二姑 哎 哎 你干啥呢 坐下 没事没事啊 二姑 小米亮不是一直想当演员吗 这次机会 对她来说 可是人生的总得 不管她是谁 请你把她给我拴住了 放心 这事交给二姑啊 那个翠儿啊 不行 你除非溜达溜达去吧 我不爱逛机 她还不爱逛机 那一会儿人导演来了 咱千万别之声 行不 管好你那张嘴 你还不了解我呢 我不爱说话 哎 这个是小米丽 知道吗 是 你干什么 来 来 来来来 欢迎光临 里边请 行行行行行 黄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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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是想 签名啊 还是想要何眼 别误会啊 我最烦的 没有误会呢 我只是长得像而已 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十二城乡 影业公司的总裁兼导演 江小龙 最近我们公司准备抽拍一部大型电视剧 讲述的是香港豪门恩怨的爱恨情仇 故事的名字叫做《士兵突出》 上什么人哪这是 咋着啦 按秒计算啦 咋 你得啥不致症啊 你说车还要喝几天 我跟你说 五天 五天 五马一天 我们腰间团突出也不至于丧命啊 你说你是干啥的 你在这巴巴巴巴巴巴巴的 你某个大红队村的你配几个大黄羊 你采用的是故宫的风格吧 好好好好 你啥意思 还啥意思 你一个大红门配几百大黄球啊 你长得好看 咋的我咋的 你再看看你 腰粗腿短大脑瓜子圆脸 小眼睛爬鼻梁 窝过嘴尬肥 翻了翻了像鸡状了似的一个三炮 你四炮 你五炮 你六炮七炮八炮九炮 你大四花大丁喉 你是说你好 你想了就叫我 你谁呀 他谁 告辞 再见哦 答应别流气 答应别流气 这什么人呢这是 我请你了 给朋友点面子行不行 我跟你说小夏 今天跟你朋友面子 好好好 给我朋友点面子 你坐你坐你 你交件你交件 什么人呢 你就别当了神就行了 你坐这 那个对不起导演失礼了 确实失礼了 你别说话了啊 我刚刚别说话了 那个小米儿啊 小米儿 快点出来吧 一会导演走了 来了 来了来了 小米儿快点来来来 呀 导演啊 导演来了 导演 你好 你好小米是吧 那个我的时间呢 现在已经开始安 时间紧任务中 开始演吧 导演 我今天为你准备的是一段 配乐师朗诵 好 开心你的表演 好嘞 太好了 加油 这段老好了这段 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段朗诵 等 我在等待一个人 人没有来 怎么办呢 继续等 啊 还继续等啊 导演的腰间盘突出都多严重了 很多小型啊 你这二剧行你演的就不对你知道吗 你听我的 你得这么演啊 来 开始 哇 你在等一个人 人 人 没有来 你等我 她是谁啊 她是谁啊 她是谁的 她是谁的 你考虑她的一个人 你跟我做的 最好是当人真的 就她的让等谁谁都不得来的 这家人还有人能管我呢 我 我是时间去哪了 去哪了 这不全被她给耗没了吗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导演 实在对不起对不起 你这样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再给我一次 小明啊 我跟你说 我看你也是挺用心的 我呢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接下来呢 来 试试你的镜头版 我看我看 你所要演绎的是 你被你最亲密的人 刺了一刀 死亡戏 戏中的高潮 哎呀妈呀 那戏老重了 非常重 谢谢导演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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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好 怎么会是你 非常好 我们以前那么的要好 还记得五岁那年 你送我的那块橡皮吗 我到现在还留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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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还有七岁那年 咱们俩手牵着手 走在上学的路上 再惨一点 还有十岁那年 哎 哎 你死的怎么这么费劲 你可累了 哎呦 你到底是谁呀 他到底是谁 你看看呀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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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不要说他了 小米啊 我认为 你应该感谢 为啥呀 通过他和你的对比 我感觉你眼泪太好 小导演 就定你了 哎呀 谢谢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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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钱交一下 哎 五千 啊 别误会别误会啊 我们这部戏啊 投资是非常大的 投资在十个亿 现在差你们这五千 正好可以 哎呀 哎呀 咱这五千块钱太重要了 对呀 赶紧交闭 我开机 那我去哪里啊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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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行 完了 给包了 你真行啊 我实话告诉你 我打车来花三十五 你给我三十 小米啊 你做你的演员春秋大梦去吧 我跟你说你们这个家 我一分钟都待不了 不是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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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鼓你瞅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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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瞅瞅他呀 十亿的大电影 那都让他们搅和啊 二鼓我脱老了 有人找了这么一个大导演呢 让他给搅和黄了 咋想啊 那个别着急 小米啊解说解说 别哭别着急 不行那五千块钱结给你逃 那个欠儿啊 你再给导演打个电话 二鼓求你了行吗 打通了我说啥 你打过去吧 不行我跟他说 别嘴巴 别嘴巴 你把他嘴给我捂上 你是干啥呀 你瞅瞅 七里巴都烂了 那啥那手机 这啥玩意儿啊 十二生肖 家政交小龙 十二生肖 月嫂交小龙 十二生肖 月嫂交小龙 十二生肖 哎 看这身上开启了呢 还是一个身份证 这啥啊 这照片上 哎这都是一个人 哎 那这名不是一个名啊 这叫啥啊 你看啊 焦小虎 焦小兔 焦小鼠 焦小鼠 哎呀妈呀 这不是十二生肖凑齐了吗 这不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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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啊 掐个狗 一属一个女朋友你啊 掐 你给我找的大导演 还是大骗的 我也不知道朋友介绍的呀 哎哎哎哎哎哎 还怪我朋友呢 还说完小翠儿呢 要没有小翠儿 你今儿是不是上网受骗了 可不是 可不是 是不是白假给人家了 要被这不是骗子 哎 小翠儿姐 那啥 我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 小翠儿姐 谢谢你 我那钱 就让骗子给骗不好了 谢谢你啊 小翠儿姐 你算是谢谢啥呀 本来你眼睛也不好 那啥 翠儿姐啊 这么的 我今天正式要请你 跟我住一个屋啊 行 回来 那我今天就跟你们住一块 好行 但是我在你们家呀 我也不能白吃白住 这么点 你们在家待着 我呀 就去咱们家超市 帮大姐卖卖货去 哦 等着快点见 来 看我朋友多好 她只要帮咱大姐卖卖货 对不对 她 丑事儿 卖货 那不得干黄了我 你啥呀 看哪一块事儿 一块事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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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好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 那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配上谁就还配 大米粒 二米粒 二米粒 小米粒 小米粒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大米粒 一场快乐的大米粒 大米粒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 那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配上谁就还配 大米粒 二米粒 二米粒 小米粒 小米粒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小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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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